香港知名的黄金零售商周大福深圳店 6月1号起无预警停工停产 遭资浅的员工很无奈 大陆财经记者致电周大福深圳店 得到的回复很不客气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 跟2023年同期的高基数相比 2024年第一季大陆金市消费 年减6%到184顿 而周大福截至2024年3月31号 大陆珠宝镶嵌 薄金及K金首饰类 铜电销售减少19.5% 港澳减少27.2% 说今次工厂部分晶能调整 不会影响集团业务 以及对内地 特别是大湾区的长远投资 另外中国欧盟商会 5号发表了欧洲企业 在大陆华南的商业信心调查报告 欧洲企业在大陆华南区 2023年营收下降38% 利润下降32% 为全大陆最高 对未来两年感到悲观的 华南欧企占55% 全中国最高地区之一 对业务增长感到乐观的 只占26%为全大陆最低 显示大陆的房地产低迷 导致消费者信心下降 还在持续发酵中 TVBS新闻 严瑞森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